大家都是通过视频认识你的 对 那个视频是谁给你拍的 是一个老师 是老师 就是我那个跳 那个 对 从两点发 然后已经发出去了 过两个小时 疯了 然后呢 你就火了 对 你喜欢火了之后的感觉吗 没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 多了很多朋友 能给小猫猫一起玩 我觉得自己很快乐 其实吃饭啥都没改变 给他东西 父母还是控制是吧 其实我吃了不多 我不爱吃肉 我光爱吃素了 吃零食吗 我不爱吃 饮料喝吗 我不喝 喝水 那我听起来你的饮食很健康啊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喝凉水就胖 不吃饭就胖 说实话 我对你刚才的描述 表示深深的怀疑 按照你的说法 你就不应该胖成这样 我怀疑你说话有水分 没关系 我们不用争论这个啊 我看了一下台本 待会你妈要上了 是吧 这你妈的求证就知道了 对对对 现在欢迎熊飞的妈妈上场 来 大家好 你好 三位老师好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胖的妈妈 我姓熊 熊猫的熊 熊猫的熊 那我们叫熊妈妈好了 我们太喜欢你的宝贝了 对 而且您一上场我就知道 她真是吃啥都胖 我小时候也胖 我估计她要遗传我一点 不是一穿一脚 火之前您家的生活 应该挺平静的吧 火之前吧 就是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吧 辅助她爸爸做点生意 然后我接她上学 放学 做饭什么的 就是我带着她 对 衣服干家活都是她干 那现在 现在你看 天南海北的中国人 都认识辣鸡小胖了 对您的生活 是不是有些干扰 比如说要来采访啊 电视台要让你去做 这一些节目啊 对的对的 最近就是有一个 美国的电视台 就是邀请孩子去美国 美国的电视台 美国的电视台去做嘉宾 对 哎呀妈呀 哪家电视台啊 MBC Little Big Shows 哇 很有名的电视台啊 上哪个节目啊 MBC Little Big Shows 她英语不懂 我是觉得 小胖肯定跟妈妈特别亲 因为刚才妈妈在说 说这个 我之前就是在家 做点小生意 然后帮忙 做做饭啊 带着小胖 然后小胖自己 接了一句话 她说对 在家里洗衣服 做家务 啥的都是我妈干 嗯 孩子特别懂事 平时我们做生意 她放假了 然后帮我们做生意 跑跑腿啊 然后她啥都会 还有 这个我要说了 你说 你说 我也会卖鱼 别看我小胖能说了很 比如说 阿姨 我家的螃蟹可好了 你别 你别看 俺家的螃蟹贵 俺家这没湿水 不像别的螃蟹 湿水了 翻秤 压秤 我们的蟹 可黄可好 小胖是个懂事的孩子 知道为家里分担 知道爸妈妈妈不容易 对不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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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的